他们来自海底深处 他们是地球上最初生命的缔造者 科学家将借用最新手段 为我们揭开海底极端环境生物的生存秘诀 2017年9月22日 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 在五国南海约1100米的深海海底 探测到两个地方 存有裸露在海底的天然气水和物 这也是科学家在五国南海海域 首次发现落露在海底的可燃冰 可燃冰是由天然气和水 在低温高压的条件下 形成的一种龙形结构的冰状物质 是未来一种清洁的能源 它们一般埋藏于路上永久冻土层中 或者是深潜在上千米的深海沉积物中 而深海海底能看到裸露的可燃冰 却嫌有人见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意外 我们去这个区域是因为这个区域特别多的冷泉的仪背和看下虾 这些东西是我们生物学家最关心的 我们就过去取样的 我们是这个前次其实是要取样的 取样过程中就把这个样品扒拉走了 然后剩下的这个区域突然出现有一个白白的东西 又不像是这种前海下的白色 我们就近距离的 这是其实已经近距离放大了好多倍了 才能看到 这是发现好水下机器人 在海底一千多米拍摄的画面 在冷泉区一片腹肌生物群落的霞缝中 我们看到像冰一样的物质 旁边还有大量气泡在持续不断地冒出 这就是科学家发现的落落在海底的可燃冰 其实我们15年那个航次 您给我们那个航次 其实已经发现了疑似的落落在海底的可燃冰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证明它是可燃冰 还是就是喷出来的气体或者是微生物 这个东西是证实不了的 大家可以看屏幕上 就是白花花的和生物群落都在一起 然后我们没法证实 所以当时就没有报道 2015年 记者曾经跟随科学号考察船 前往南海冷泉区进行记录拍摄 当时张鑫是第一次担任首级科学家 带领大部队出航 他当时为冷泉区的科考制定了非常详实的计划 我们这个潜次的话 主要是先去我们的冷泉口 发现冷泉口之后呢 准备形成一些水和物的样品 就是天气水和物的样品 也叫可燃冰 其实这个水和物样品之后呢 我们会在海底静置三到十天不等 然后会把这个水和物样品取上来 用保温保压的方式取上来 然后再做实验室分析 看这个水和物是什么成分 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 水深一千多米的深海生物 没有想到 这样漆黑寒冷的地方 竟然生活着如此多的生物种类 雪白色最为活跃的一群生物 是铠甲虾 那些紧贴海床底部 看起来像海红一样的一辈 学名深海偏顶格 它们是这一区域数量最多的居民 在众多生物的间隙中 游溢着身体通透 体型最小的阿尔文虾 主要是冷泉口的周围 它的一背和开甲虾是比较繁茂的 如果只有一背的话 它可能并没有这种突出的口出现 只有有这种白色的开甲虾 繁茂的地方可能才有这种口 旁边可能有一些大的螃蟹 螃蟹它并不是说冷泉区特有的生物 它是一个海底的生长生物 但它可能以这个开甲虾或者一背为持 所以它是一个深海系统 这是一群不依靠阳光 而是依赖甲丸硫化物生存的 特殊生物群落 它们的数量越多 找到冷泉口的几率就越大 然而那一行次 虽然看到的一背开甲虾的数量不少 但找到的某有甲丸气体的全眼 却异常的困难 有耶 有耶 有有有有 好不容易啊 真的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真不容易啊 这几个小时 一天一天差不多 我都没想到这儿有 比大海盗这还难 而且这个口比我们去年的口 要小很多很多很多 而且这个位置 跟我们去年的位置 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源源不断涌出的气泡 就是当时张鑫苦苦寻找的冷泉口 无人揽控机器人发现后 在下潜海底的第四天 悬遍已被虾蟹聚集的每个角落后 终于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然而 这样不断流动的气体 如何能将它们收集起来 从海底拿到实验室呢 这就是我们当时 发现了冷泉口 你看到没有 这些所有的气泡 都是冷泉口溢出来的甲烷气体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push card 让它收集这个甲烷气 很快 几乎是一秒钟 就形成这种结晶的晶体 这种白色的结晶晶体 就是水和五晶体 就是可爱的晶体 一般来讲 在有甲烷气体的情况下 可燃冰只要满足低温高压条件 就会自然形成 张兴就是利用海底的天然环境 成功获得了可燃冰样本 这种现场收集可燃冰的方法 被称作原味合成法 然而 仅仅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在南海的同一海域 张兴不仅发现了 大量溢出甲烷气体的泉沿 而且还意外发现了 落入在外的可燃冰 那么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 在这漆黑的海底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那个航四是发现冷泉的泉沿 然后我们去原味合成了可燃冰 合成可燃冰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是需要一个东西挡住它 就是我们用一个push call去挡住它 它不往上运动的时候才可以 您看一下这个 这个上面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自生残酸岩覆盖的 它其实已经在冷泉生物群落 内部了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子 相当于一个锅盖一样 把它给盖住之后 它才可能会形成这种环境 然后这种环境 一般情况下都会冷泉生物 因为冷泉生物很喜欢 可燃冰分解的甲烷气 就是被冷泉生物就包围了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意外 想必这些裸露的可燃冰并不是一夜间突然出现的 只是这么多喜事甲烷气体的生物族群 已经将它们团团围住 阻碍了我们的世界 其实只要条件允许 裸露的可燃冰随时都有可能存在 只是15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特意关注 这种裸露的可燃冰的现象 它毕竟是一个小层小层分布的 如果只是一个大面子去看 你可能很难发现 但是在16年17年的航次中 我们针对这一个现象 以及它与生物的关系专门作为调查 所以说在里头确实发现 它和这个生物的分布有密切相关 就是有可燃冰的地方 肯定有大量的生物分布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 15年没有发现 没有展示 并不是说这个过程不存在 而是因为当时 我没有关注到这一个点 没有想到 生命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丰富的甲烷气体 会让单调的海底变得生机勃勃 这也是近几十年 科学家们通过对深海的不断探索 才了解的事情 然而这些生物 已经以这样的方式 在海底生活了几亿年 不过 当溢出的甲烷气体给海底生物 带去源源不断食物的时候 对于人类来讲 这样的现象 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生物群落丰富 就证明它的气一直在漏 有气源 它才可能有生物群落 那说明这个地方底下已经 就我们叫BSR已经有断裂了 就这底下正下方 它的气应该是一直在泄露的 所以它资源量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周围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资源潜力 冷泉口不断冒出的泡泡 正是海底甲烷气体泄漏的一种现象 甲烷是比二氧化碳威力更强的温室气体 如果大量泄漏进入到大气中 必然会加速全球气候变暖 目前全球海底已找到了上千个活动冷泉区 而科学界对每年究竟有多少甲烷 通过冷泉渗漏的方式 进入大气圈的问题却直指甚少 这也是张欣研究团队 想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我们这个区域 其实更多的是想研究 这种冷泉和生物群落 以及可燃滨这种共生关系 因为有了冷泉的喷口 它就有了气源了 有了气源就会供给这种冷泉的生物群落去生存 那在这个冷泉气源被遮盖之后 它会二次形成水和物 那这个水和物和生物群落之间 是什么样的一种共生关系 其实是我们这个团队在做的工作 更多的是我们侧重它的这个环境 与环境的效应 对环境的响应 就是做一些环境的工作 实际上 就像张欣讲的 2015年来到南海冷泉区 就已经发现了可燃冰 但当时没有技术 能充分地证明 它形成的冰状物质 是由甲烷气体生产 因此迟迟没能公布消息 那么阻碍它鉴定可燃冰的技术 会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在美国西海岸的 有一叫不可以开尼的地方 它那个地方是国际上很知名的 就是大片的水和物裸漏 它会有大量的水和物 就在沉寂物里边 稍微沉寂物薄层一刮开 里边全是水和物 是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在这发现会更难一些 2008年张欣前往美国 攻读博士学位 导师是国际著名的海洋化学家 彼得·乔治·布鲁尔教授 布鲁尔教授 是美国蒙特利湾海洋研究所 资深科学家 主要从事深海原位探测技术 而张欣会参与到老师 每一次冷泉区的海上科考 他曾见到过 落入在外的可燃冰 但这与中国南海新发现可燃冰 明显不同 咱这个区域 你可以看屏幕后边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 仪背和前凯虾在上头 然后它的底壳 是一些坚硬的岩石 这样的一个岩石 叫自生弹弹岩 它其实已经在冷泉生物群落内部了 就是被冷泉生物就包围了 但是在美国西海岸海域发现 那个水河湖区域 它没有这种大量的出流的 自生弹岩岩 它就是水沖直接长在了海底 因为水温突然降低 所以说它是 它也有些冷泉生物群落 但是它冷泉生物群落 以微生物席 就是席字那个席 为这种主要成分 它应该是一种 初期的冷泉生物群落 我们这个现在有的 自生弹岩岩出漏 有的伊贝克这种 开甲虾 剪甲虾 然后有的一些虾蟹 这个已经接近中壮年了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 应该比它们还要老一些 这段视频 是张鑫在美国西北海岸冷泉区 科考作业时 通过水下机器人 拍到提取可燃兵样品时的场景 这里既没有丰富的生物族群 更没有冒有甲烷气体的泉眼 有的只是大面积 落落在光秃海床上的可燃冰层 它们看起来 更像是冻硬的雪糕 致密而厚实 从这张照片上 我们可以看出 从海床挖出来的可燃冰样本 需要借助炖气才能劈开 而一点点的火源 就能轻松让它燃烧起来 真不辜负它可燃冰的称号 那个已经被证实 它是一种这个裂解气 就是一种 我们是生物成因的气 它是一种裂解气 就是两个气源不一样 我们里边99.9%都是甲烷 所以容易形成E型水合物 但在那个区域的话 它会形成二型水合物和H型水合物 按照气体成分含量的不同 可燃冰大概分为1型 2型 H型 南海中发现的裸露可燃冰 会是什么类型的呢 这样质地松软的可燃冰 很难像在美国一样 将块状可燃冰 直接挖掘上来 张鑫只有采取 原为合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方式 保温保压将它们带回实验室 这个水合物几乎是不可能被开采回来 就是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的 它会分解掉 在中科院海洋所的样品室中 我们看到了几块 从南海上千米深的海底 带回来的合成可燃冰 那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原位 取得的一些水合物样品 在叶蛋罐里保存 出来在这儿一直保存着呢 对对对 多少时间了 六个多月了 这里边 这么一大块呢 对 能取一小块呢 再看 哦 好大一块 对 这里边就是一块 可能别 我们之前在原位生成 然后取回来了 这里边就是一个 是什么 是什么 功能的 那我现在来带来 现在来带来 你带来带来 我带来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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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来带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持续了30秒钟 甲烷气体就已经烧尽 一个可燃冰 但实际上它烧起来并不是很长 对 因为我们取的水活物样品 它是在底下合成的 它没有经过漫长的时间的一个氧化 它的水活物的饱和度 笼占比都是比较小 通俗意义上来讲 就是它里边观众的甲烷分子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刚才点火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水活物分解 然后释放甲烷的过程 那如果我们观众的甲烷分子 本身就比较少的话 那分解的过程释放的甲烷就比较少 那它的燃烧过程 就不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与美国西海岸发现的可燃冰相比 显然南海的这块可燃冰 能量实在是太微弱 二者有明显的不同 其实在这个区域这个水活物 形成时间应该比较新 所以它并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实心的冰块 它更像是一个冰激凌 冰激凌里边就有气泡 有一些空气 就有一些甲烷气体 有一些水 有一些冰渣 那些冰渣可能就是这种水活物 所以我们的原味证据就可以 原味数据就可以去证实它的结构 知道它的成分和它的原味的复存 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最终让张鑫确定南海可燃冰成分的方法 是他在美国深造期间研发的 深海激光拉曼探头获得的 激光拉曼光谱技术 是一种很成熟的实验室的光谱分析技术 它用在我们的制药行业 医药行业和一些化学分析行业 它主要是探测这个化学之间的物质的化学键 就只要有化学键的物质 它都可以进行这个光谱的这个探测 然后就知道这个物质的成分组成 然后这个技术呢 其实在实验室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但是实验室这种系统呢 可能就像我这个这边的光学平台一样 就搭满了一个光学平台这么一个体积 就可以想象是一个超大的系统 我们这个实验室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种实验室级别的拉曼光谱 可以进行一些小型化的改造和设计 然后就可以把它装在这个深海的浅气上 然后这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套 激光拉曼光谱探测系统 可以看到这有一些激光铺来 我们这个光的焦点 其实是聚焦在这个 这个探头和这个探头是一样的 就是出来那个光 然后它出来是三个毫米 出来三个毫米 就是在聚焦在三个毫米的位置 那水货物您知道它是一个像冰一样的东西 是个半透明的 我就可以直接插在这些水货物里边 就周围的连光路上的信号都是水货物的信号 那三个毫米它的聚焦焦点是很小的一个区域 然后就能知道它水货物的这种微观结构是什么 这样就能 一排除周围海水信号的干扰 第二能知道进行一个微观的扫描 就知道水货物内部的结构 这可能是唯一一种可以在原位进行探测水货物结构的方式 将实验室的激光拉曼光谱设备进行改进 搬到一千多米的海底 张信终于可以在深海中 对裸露的可燃冰进行原位探测 最终数据显示 快速生成的天然汽水合物 并非单一的龙形结构 其内部存在大量的甲烷 硫化氢等自由气体 我们1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激光拉曼光谱探针 已经可以应用了 当时这个航次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了它原位的光谱的数据 回来之后进行实验室这种数据的分析 和实验室的模拟实验比对 证实它是一种就是叫甲烷水合物 一型水合物 然后我们在17年的时候就报道了 就是那篇文章发出来了 发在国际一个刊物里边 我们就报道了这个发现这个事件 对于这一阶段成绩 作为导师的布鲁尔教授感到很欣慰 给自己学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Jong Xin is looking at questions of how you would look inside a biological system using these lasers that's very clever so our small team has built ways to find things nobody ever knew before and the marvelous thing is you get the answer in 10 minutes you don't have to spend months working in the lab I think it's very creative 然而 张鑫探索深海生命的脚步 并没有就此放慢 它设计研发的深海探测设备 不仅仅局限在冷泉区的应用 它还为环境更为恶劣的热业 及其生物环境等 研发了系列深海原味激光拉曼探头 冷泉和热液被科学家称为深海的生命绿洲 因为那里生活着大量 不依靠阳光生存的生物种群 这些生物它们从哪里来 它们是如何在深海中生活 科学家为何会如此热衷研究它们 它们的生存策略是否能为我所用 请明天继续收看 来自海底的生物 它们来自海底深处 它们是地球上最初生命的缔造者 科学家将借用最新手段 为我们揭开海底极端环境生物的 生存秘诀